各位学员大家好 以上我们把第一部分的第一章 关于矿井施工的相关技术介绍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具体的施工技术部分 首先第二章介绍的是爆破工程 这一章包括两节内容 第一节介绍的是工业炸药和起爆器材 第二节是爆破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那这两节内容我们看 第一节介绍的是爆破材料 那这里头包括炸药和雷管一类的起爆器材 第二节实际上讲的是这些起爆器材如何去使用 那你要进行转眼 那这个转眼 这个炮眼是如何来布置的 你要进行掏槽 那掏槽是怎么来设计和施工的 那就是爆破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就这么两节内容 首先介绍爆破器材 完了如何使用爆破器材 这么两节内容 那首先看 第一节是炸药和起爆器材 这里头包括两小节 第一小节是工业炸药的种类及其应用 第二小节是起爆器材的种类和使用要求 那简单说这两小节 一小节讲的是炸药 一小节讲的是起爆器材 考试来讲 这块是每年要有一道题 那分值也就是在一到三分之间 好 我们看第一小节工业炸药 那首先我们看分类 工业炸药的分类有三种分类方法 其中第一种分类方法最重要 我们要掌握它 因为这块很容易出题 第一种是按照使用条件进行的分类 它分为第一类炸药 第二类炸药和第三类炸药 其中我们看第一类炸药是准许在一切地下 和露天爆破工程中使用的炸药 而且它特别强调 是包括有瓦斯和矿层爆炸危险的矿山 也可以使用 那就是说第一类炸药 它是最安全的 它使用的范围是最广 包括非常危险的矿山 油瓦斯和矿层爆炸危险 那这个矿山是什么矿山呢 我们都知道实质上就是指煤矿 由于它可以在煤矿中使用 所以把这一类炸药又称为安全炸药 或者叫煤矿许用炸药 又给它了付一个更合理的名字 更合理的名字叫做安全炸药和煤矿许用炸药 这是第一类炸药 第二类炸药它的应用范围也很广 它可以在地下也可以在露天爆破工程中使用 但是只有一种情况它不能用 就是煤矿 那这里头说的是 有瓦斯和矿层爆炸危险的矿山 也就是说煤矿中不能使用 其他的都可以使用 这是第二类炸药 第三类炸药就只允许在露天矿中使用了 那颈下硬核矿都不能用 这是你按照使用条件进行的分类 这个我们要熟悉它 第二种分类方法是按照你这个炸药的主要化学成分 进行分类 分为香氨类炸药 消化干油类炸药和芳香煮消极化合物类炸药 那首先说香氨类炸药 这种炸药这个香氨销氨子上就是指消酸氨 以它为主要成分的一类炸药 那这一类炸药它是爆破工程中用量大 品种最多的一类混合炸药 我们使用的炸药绝大部分都是销氨类炸药 第二类炸药消化干油类炸药 它是以消化干油 或者是消化干油又加上消化乙二醇了 为主要成分的炸药 就叫消化干油类炸药 那这一类炸药以前在矿山工程当中是有所应用 但是现在用的越来越少了 因为消化干油这一类炸药一爆炸的时候 它的毒性很大 它的泡烟能呛眼睛 能把人的眼睛给呛出眼泪来 那对嗓子黏膜都有不好的影响 所以说现在应用的非常少 第三类是芳香株消极化合物类炸药 这一类炸药 它凡是以本 还有它的同系物的消极化活物 都属于此类 这个我们简单了解就行了 第三种分类方法就是我国的工业炸药分类 和命名的规则来分的 那首先也是含水炸药 安油类炸药 还有消化干油类炸药 还有其他类 这个你了解一下 为啥了解一下 因为这里头这种分类方法 我们国家分的不是很有规律 所以考试也不是那么很好考 那首先我们说含水炸药是乳化炸药 还有水胶炸药 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说这种炸药它里头是含水的 还有一种叫做乳化安油炸药 也叫重安油炸药 它也是含水的 那安油类炸药就是我们应用的比较多的这一类炸药 好那其他的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接下来我们看对炸药啊 有哪些基本的要求 当然我们炸药是用来爆破 把岩石崩出来 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要求 那满足这个要求 我们理解这些东西就比较好理解了 那爆破过程当中可能还有人在这个环境当中 爆破下来产生的烟尘 那你要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同时这个炸药使用过程当中还要安全 基于这些我们常识性的考虑 那针对炸药的要求啊 这五条就很好理解了 首先第一个 他说爆炸性能好 有足够的威力 以满足各种矿炎爆破的要求 当然我们选的炸药 要适合我们爆破的岩石的条件 把它确保能够爆破下来 那这是我们能够想到的 第二个就是有较低的机械感度和适度的起爆感度 什么叫机械感度呢 就是炸药你在加工运输搬运 还有储存过程当中 可能会产生摩擦呀 冲撞啊 这些情况 那这个时候你要安全 这样才能保证人员的安全 所以说他的机械感度要求是较低的 那起爆感度是我装好了之后 我需要起爆他了 这个时候他容不容易起爆 是这个概念 那需要他起爆的时候 他就能够顺利的起爆 所以说要求起爆感度要10度 那哪个要求是4度 哪一个感度要求是较低 你要能够区分开 第三个是炸药配比接近领氧平衡 什么叫领氧平衡呢 炸药食指上它爆炸是一个氧化还原反应 那你的氧化剂和还原剂这个量要相当 相当了之后就是一个领氧平衡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的它的好处是 爆炸后有毒气体生成量少 这样你对人就没有伤害 这是你第三条领氧平衡 第四条是有适当的稳定储存期 也就是说这个储存期要适当 在储存期内炸药的性能要非常的稳定 不会你降低 这样你在使用过程当中才不会变子失效 第五个就很好理解了 说原料来源广泛 加工工艺简单 操作安全价格便宜 这个你是从安全和经济方面来考虑的 那这个炸药这个五个方面的要求 我们重点关注第二点第三点和第四点 第二点重点关注它的机械感度 和起爆感度的事情 哪个是较低 哪个是湿度 第三点注意领氧平衡的含义 领氧平衡了产生的有毒气体 就是少 第三个就是储存期 它是要求有适当的储存期就行 所以这块容易出干咬箱 所有长期的储存期 那长期储存炸药是没有硬核意义的 只要你适当就可以了 好 那关于分类和炸药的要求 这第一点我们就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几种常用的工业炸药 首先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普通安油炸药 那所谓安油炸药 它就是以硝酸安胃主要成分 又加理了柴油 这个是可燃剂 还有木粉疏松剂 表面活性剂 加到一起混合出来的炸药 那这一类炸药 它有粉状安油类炸药 多孔粒状安油类炸药 两个品种 那这种炸药啊 它适用于露天声孔爆破 和冻死爆破工程当中 那这种炸药我们看一下啊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原料广泛 价格低廉 安全性好 加工简单 利于机械化 加工和现场混药 也就是说它用在露天 或者是冻死爆破工程当中 那这个冻死啊 不是我们井下的冻死 是我们露天的搞大的冻死爆破 那这个冻死可能里面装 十吨几十吨上百吨的炸药 把这个山把它炸开 那这就叫冻死爆破 不是我们井下决定 焊道旁边有一个冻死 不是那个含义啊 那也就是说这种炸药 它只是在地面露天工程当中使用 不能用在井下 所以说这种炸药 它是属于这个第三类炸药 第三类炸药 那如果可以在井下使用 那就是第一类或者是第二类炸药 那只能在露天中使用 那就是第三类炸药 那它的安优点我们看了 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缺点是什么呢 抗水性能差 感度低 完了临界直径大 威力小 产生有毒气体量多 储存期较短 所以这种炸药 它的储存期非常的短 有的就是一周 完了之后 它就性能就迅速的下降了 这是你安油类炸药 而且是普通安油炸药 那这种炸药 它有这么多的缺点 所以说人们就研究了 就给它进行了一个改造 改造完了 就叫做改性安油炸药 那所谓改性安油炸药 它的主要成分和普通安油炸药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对它的硝酸胺 燃料油 木粉 进行了改性 那就提高了它的爆炸性能 和它的储存性能 那提高爆炸性能 使它的应用范围更广了 既可以在露天工程当中使用 也可以在没有瓦斯和矿层爆炸危险的 地下矿山中使用 那这类炸药 它就属于二类炸药了 也就是煤矿中不能使用 但是其他的矿山都可以使用 所以它属于二类炸药 这是改性安油炸药 接下来又把普通安油炸药 做了简单的改造 没有改性那么复杂 那就产生了重安油炸药 重安油炸药又叫做乳化安油炸药 同时它也是含水炸药 它是含水的 那这个炸药它简单的改性 怎么简单改性呢 它是在多孔粒状安油炸药的基础上 加入了乳胶基脂 乳胶基脂和多孔粒状安油炸药 它俩物理搅拌之后 这个乳胶基脂就进入多孔粒状当中的孔里头了 这样呢也提高了它的威力 改善了它的抗水性能 威力也提高了 抗水性能也提高了 所以说这种炸药改性完了之后 它就可以用在有水的孔 或者是无水的露天爆破工程当中 由于你的改性改的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 所以说你这种炸药也属于第三类炸药 但是可以用在有水的泡孔当中了 你普通的安油炸药 有水的泡孔是用不了的 它马上就失效了 但是重安油炸药是可以的 但是它俩分类来讲都是一类 都是属于第三类都是属于第三类炸药 接下来就是第四个叫喷化 消炎类炸药 喷化消炎类炸药我们不再研究它的成分了 那各种炸药它的组成啊 这个烤的可能性非常小 重点我们掌握是各种炸药 它的适用的条件 那喷化消炎炸药 它是在普通消炎炸药啊 喷化普通消炎炸药 它可以在露天 还有没有瓦斯和矿城爆炸危险的 地下矿散使用 也就是喷化消炎炸药 它是第二类 好 这几种炸药主要我们掌握它的适用条件 接下来就是含水炸药 含水炸药用的最多的就是水胶炸药和乳化炸药 我们看水胶炸药啊 它是氧化剂溶液 它就不是消酸那个 这个固体的粉末了 而是一个氧化剂溶液 所以说这个水胶炸药 实际上它是水胞油型的结构 水胞油型的结构 那这种炸药它有很多的优点 我们教材没有讲它的缺点 它有没有缺点呢 也有 我们先说它的优点 优点它的抗水性强 适用于油水的工作面进行爆破作业 机械感度低 安全性好 爆炸产生的这个泡烟呢 又少 有毒气体含量又少 完了 爆炸威力又高 所以全是讲它的优点 现实当中这个炸药它是有缺点的 首先第一个缺点 它价格比较贵 这样就不经济 第二个缺点 它受冻的时候啊 就会因为它含水嘛 所以说就会失效 性能就会下降 但是我们二件这个教材没讲这些缺点 我们呢 了解一下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乳化炸药 乳化炸药你看它是氧化剂水溶液 氧化剂水溶液 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含水的炸药 但是它不是水包油形 它是油包水型油包水型的炸药 那这个炸药我们看 它有较高的猛度 爆速和感度 可以用8号的雷管来起爆 而且它的密度范围较宽 在1.05到1.3这个范围内都可以调整的 那它的抗水性怎么样呢 它的抗水性比水胶炸药还强 完了加工使用安全可实现装药的机械化 原料广泛加工工艺简单 适用于各种条件下的爆破作业 那这里头我们掌握这些就可以了 那我们知道水胶炸药和乳化炸药 实质上它都属于第一类炸药 也就是说它的应用范围都是最广的 既可以在露天也可以在井下矿山 而且是什么矿山都可以 好 这是我们介绍的几种炸药 但是你还有一种炸药叫做煤矿许用炸药 我们要掌握煤矿许用炸药的一个概念 那什么叫煤矿许用呢 就是可以在煤矿当中使用的炸药 就叫做煤矿许用 但是这类炸药也叫安全炸药 那这个许用是谁来许用啊 是指有关部门批准的 是国家管理部门 严谨说允许你用你就用 严谨说不允许你用你就不允许用 这个不是生产厂家 也不是我矿山企业自己定的 这个都不是 那煤矿许用炸药 我们知道它一定是第一类炸药 再一个呢也可能是安全炸药 所以说这个炸药的名头当中 就要有许用啊 安全呢 有这些字样 只要有这些字样的炸药 就一定是属于第一类炸药 一定属于第一类炸药 但是煤矿当中可以使用的炸药 还有一些不带许用 也不带安全的炸药 那这就是被桶炸药 当量炸药 还有离子交换炸药 这三类 这三类炸药实际上不是用来 你焊到绝境 工程上搞爆破的 它是处理特别危险的情况下使用的 一般的出现比较多的就是 你煤矿的煤仓 下面这个口堵了 这个时候通过炸药震动一下 把这个煤让它落下去 那这个用的炸药 它需要的威力并不是很大 只是震动震动 但是这个环境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个封闭的环境当中 堆了大量的煤 这个煤当中的瓦斯会慢慢的解析出来 所以说这块的瓦斯是非常浓度非常高的 那经过研究 普通的炸药 安全炸药是不敢用 就特意研究出了 被桶炸药 当量炸药和离子交换炸药 用在这个环境当中 这个条件下 所以这个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虽然没有安全和许用的质量 但是这三种炸药 是可以在煤矿中使用的 那煤矿许用炸药 我们说它是属于第一类炸药 但是第一类炸药 它也有个分级 也就是说它是安全 但是安全的长度也有个分级 分为一二三四五级 那这五级是什么关系呢 激素越高 安全程度越高 也就是说五级是安全程度最高的 这种炸药非常安全 那你就可以把它用在 非常危险的环境当中 那一级安全等级是最低的 那安全等级非常低 它就比较危险 那你必须把它用在 非常安全的环境里 所以说这五个级别的炸药 分别用在什么环境 我们要对上号 首先说低瓦斯矿井 就是延时的工作面绝境 延时本身不产生瓦斯 而且你这个整个矿井 又是低瓦斯矿井 所以你用的炸药啊 安全等级又用的低一点 因为你这个环境非常非常安全 那你用炸药就可以用 一级煤矿许用炸药 如果是低瓦斯矿井 你是煤层进行采掘工作面 或者是半煤盐绝境工作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 二级煤矿许用炸药 本身你这个矿井是低瓦斯矿井 尽管你这个工作面是煤层 或者是半煤盐 但是还是很安全的 所以你就用二级煤矿许用炸药 如果是高瓦斯矿井 你就得使用三级煤矿许用炸药了 如果是突出矿井 你不仅要用三级煤矿许用炸药 还要用三级煤矿许用含水炸药 那我们说了 三级煤矿许用炸药 可以用在高瓦斯矿井 那低瓦斯矿井用了不是更安全吗 确实如此 但是这些可以用一级的 二级的煤矿许用炸药的环境 你用三级煤矿许用炸药 从安全上是可以的 但是从经济上不合理 在安全有保证的情况下 尽量让它更经济一些 是这么一个原则 所以说考试的时候 它是这样 就是说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 用三级煤矿许用炸药 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 那反过来 高瓦斯矿井当中 用一级煤矿许用和二级煤矿许用炸药 就不可以了 因为它就不安全了 那么这里头我们知道 它的一个顺序和对应的关系之外 还发现第四级和第五级煤矿许用炸药 在焊道绝禁或者是采煤工作当中 就不用它 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威力 真正在工程爆破当中 只是用到了一级二级和三级煤矿许用炸药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小节 叫爆破器材的种类和使用的要求 那爆破器材就是把炸药引爆的其他的材料 炸药引爆其他材料是什么呢 我们常说的有雷管 还有什么 导报管 还有导报锁 这些传递能量和爆炸能量 引爆炸药的这些东西 那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雷管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那雷管当中我们介绍了三种雷管 第一种介绍的是电雷管 第二种介绍的是导报管雷管 第三种介绍的是电子雷管 首先我们看电雷管 它分为普通电雷管 普通电雷管 那就是第一个就是顺发电雷管 所谓顺发电雷管 那就是通上电了以后 它马上就起爆 没有延时的这个情况 那它的结构是通过电缆 桥石产生的热量 马上就把起爆药给起爆了 起爆了之后又引爆了猛炸药 我们看这个电缆桥石 它一个是插到起爆药里面了 还有一种这个桥石和起爆药 挨得很近 一通电发热之后 这个起爆药它非常容易起爆 但是它能量不是很大 但是我起爆很容易 起爆了之后 它能够把猛炸药给引爆 猛炸药的威力就非常大 第二种是秒延期电雷管 也就是说它的延期的时间 是以秒为计量单位的 那它的延期时间是比较长的 那这里头如何来实现它的延期呢 它是通过一段精致的导火索 用这个导火索的长度 来控制延时的时间长短 这个结构我们知道了 这也是考点 第三个是毫秒延期电雷管 毫秒延期电雷管 它是以毫秒级的计量单位 来计算它的延期时间的 毫秒和秒它俩是差一千倍 也就是说它虽然也有延期 但是延期的时间非常的短 非常的短 那这个延期的方法是如何来实现呢 它也是加了一段延期药 也是加了一段延期药 但是它不是导火索 导火索那个是以秒位单位 才用它 所以它的精度不是很高 但是以毫秒延期这个比较复杂 我们就不再讲了 二件这个教材没提这个事 我们也不说了 那普通电雷管啊 可用于地下和露天爆破工程当中 但是煤矿是不能使用的 这是我们介绍的这个第一个 普通电雷管 第二个介绍的就是煤矿许用电雷管 所谓煤矿许用电雷管 就是说可以在煤矿当中爆破当中使用它 那这种它又称为安全电雷管 你看这个安全的字样又出现了 也就是说炸药那块 你要想在煤矿中用 你这个炸药就得是安全的许用的 那雷管这块也是如此 你要想在煤矿中使用 你就得是有安全的许用的字样在里头 那这个有这个名称当中有这个字样了 那就是可以使用的 那这个煤矿许用电雷管 包括煤矿许用顺发电雷管 和煤矿许用毫秒延时电雷管 它就可以用在煤矿当中了 那这个煤矿许用电雷管 它是在普通电雷管的基础上做了改造 那这块的考点就是说改造的措施有哪些 我们找这个事 那这里头总共有六个措施 其中第一个措施就是在普通电雷管的基础上 我这个外壳不是用铁壳也不是用的铝壳 那用什么壳啊 一般的是铜的 这是第一个改造 第二个就是不允许使用巨锡 绝颜爆破线 因为电雷管它有两个线是导电用的 这个线呢 外面是包着塑料皮的 那这个塑料皮不允许用巨乙烯 因为它一爆炸巨乙烯会延烧 那你这个皮用什么呢 要用巨氯乙烯 因为家里头氯了 它就有了煮盐的效果 它就是蓝盐材料 就是不容易延烧 这样呢就安全 第三个是在加强药中加入了消炎剂 消炎剂一般是用食盐 用氯化钠 那控制它的暴温火焰的长度 和火焰的延续的时间 第四个是雷管底部 不做窝槽改为平底 一般的雷管啊 它是这样 就是说 这块一掐 那这块呢 当然这是掐上了 这是两根脚线出来 那这块它是做这么一个窝槽 那雷管一爆炸的时候 这个炸药就从这个方向喷出去了 那你煤矿使用这个雷管啊 是不允许做这个窝槽 因为能量太集中了 容易引起瓦斯爆炸 那就做成平底的 让它一爆炸 这个能量啊 向周围均匀的扩散 这样呢 这个威力就下降一点 就安全一点 这是第四个措施 第五个是采用 延烧温度低 生成气体量少的延时药 并加强延时药室的密封 第六个是整个雷管也要进行密封 所以第五个第六个都是说密封的问题 那这六个措施我们注意 容易出考题的就是在聚力一息这块 再是外壳不能用铁壳和铝壳 还有呢 加入硝烟剂 这个也不说了 再一个就是注意 这个雷管的底部 是不允许做成窝槽 而是用平底 这是呢 煤矿使用雷管 它的改造的六个措施 这个内容上来之后 这些年没考过 今年你稍微注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电子雷管 那电子雷管是 这个世界上啊 爆破行业上的一个 一个革新 所以电子雷管出现了之后 此爆破行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那它的变化 你看它的延时精度 可以达到0.1毫秒量级的 也就是说它更精准了 使你爆破的工程更容易做了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 现在你在我们国家 矿山当中爆破 还没有应用 只是一个方向 一个将来的趋势 但是不管是煤矿的 那许用的电雷管还是数码电子雷管 它如果是延期的 那延期时间都不得超过130毫秒 那这个是统一的一个数字 我们注意一下 第二类雷管就是导报管雷管 这个雷管我们要知道 它不是用电的 不是用电的 我们看 那导报管雷管 它又分为普通型的 还有高强型的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 因为导报管雷管 不管是普通型也好 还是高强型也好 它的应用范围是没有变化的 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看 它的分类来讲 也是分为毫秒烟石 还有是秒延期 也有顺发的 所以说它从分类上来讲 和我们前面讲的电雷管 普通电雷管的分类 几乎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导报管雷管的结构 首先第一个 它没有点火元件 它是通过导报管 传递的冲击波来引爆它 通过导报管传递的冲击波来引爆它 那它的性能是 扛静电 扛雷电 扛射频 扛水 扛闸闪电流 完了是安全可靠 简单一行 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说它为什么能扛这些电呢 因为它不用电 它和电就没有什么关系 电对它就不起作用 所以它反而变得更安全了 所以应用范围非常的广 但是只有一种情况不能用 就是在油瓦斯和矿城爆炸危险的环境当中 是不能使用的 简单的说 煤矿中不能使用 其他的情况都可以使用 这是导报管 雷管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导报管 导报管和导报管雷管 是要组合到一起来使用的 那导报管 雷管 它是起爆炸药的 它的爆炸能够把炸药引爆 那导报管 它是传递能量的 能把远处的能量 传递给导报管 雷管 那我们今天 我们下面就认识一下导报管 第一个要知道 它是内壁涂油 巨烯的一个管 说白了 我们用右眼看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小的塑料管 内壁涂油 奥克托金和铝粉 黑索金和铝粉 或者是托这个 或者是涂上这个 那它涂的 这个管的直径 我们不说 我们看 它涂的要量是 每米14到16毫克 这个量是非常小的 涂在管 塑料管的内壁上 它的起爆的方法 一个是用拔号电雷管 再一个就是普通导报锁 还有专用激发笔 这三种方法都能把它激发了 但是你用火烟呢 用冲击呀 用30千伏的直流电 都不能把它起爆了 就是用其他的方法都不行 只有用拔号电雷管 或者是用普通导报锁 或者是用专用的激发笔 才能把它激发了 那导报管 它安全轻便经济 不易受到砸闪电流的干扰操作方便 这些优点 但是仍然是煤矿中不能使用 所以说导报管 导报管 雷管 两个东西非常好 非常的安全 但是煤矿当中不能使用 这个是没有硬核商量余地的 第三个我们就介绍一下 导报所和寄报管 首先看导报所 导报所就是一个 像一个一个绳子一样 内部缠了一个药芯 这个药芯可能是黑索金 也可能是泰安 这些东西都是单脂猛炸药 威力非常大 那它是外面包上什么棉线呢 麻线呢 营造纤维呀 的一个锁状起爆器材 那导报说 它也是传递能量的 但是它能不能把炸药起爆了呢 它也能 这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它有两个功能 可以把能量传递过来 同时它又能够把炸药引爆 因为它这个猛炸药的威力是非常大的 那它的使用条件不同 导报所又分为普通导报所和安全导报所 普通导报所就只能用露天爆破工程当中 安全导报所就可以用在井下 也可以用在有矿层和瓦斯爆炸危险的矿井当中 也就是说煤矿中也可以使用 反过来简单说 导报所当中的安全导报所是煤矿中是可以使用的 寄报管是配合导报所来使用的 但是寄报管它有单向和双向两种 单向的你不能接错 双向的可以接错 因为它两个方向都能够传递能量 是这么一个情况 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 我们看一道题 说可用于煤矿井下爆破的煤矿许用的 起爆器材是哪一个 A是顺发电雷管 那顺发电雷管 从它的延期时间上看是可以的 但是它没有安全呢 许用啊这样的质量 那我们留个疑问 就是说它也可能行 也可能不行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看其他的选项 那这里都出现了导报管 我们知道导报管 导报管雷管 都是在煤矿当中不可以使用的 所以这个就毫不容易的把它擦掉了 第三个是安油炸药 我们知道安油炸药包括普通安油炸药 改性安油炸药 重安油炸药 烹化销岩炸药 这些炸药都不能在煤矿中使用 所以说安油炸药也就擦掉了 第一是说延死水胶炸药 如果没有延死的这样 就说水胶炸药的话 还没有说它在煤矿中不可以使用 但是你前面加了延死了 那就煤矿中就不能用了 是专门用来延死焊道绝禁使用的 所以说也可以擦掉 那么顺发电雷管 它也分为普通的和煤矿使用的 但是你这里头没有说究竟是哪个 但是你这里头BCD你不能选了 所以说无奈之下只能选A 这个题就是选A的 说经过批准允许在煤矿井下特殊条件下 也就是有瓦斯的情况下使用的炸药或起爆器材 就称为煤矿许用爆破材料 主要有五个等级的煤矿许用炸药和煤矿许用 毫秒延时电雷管 煤矿许用顺发电雷管 所以这个题就只能选A 好 那么这一讲我们就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